婚姻 口頭上講的東西 在這個地方還是要再寫 為什麼我可以正cauchy 是因為我們已經讨論過了 已經想過是沒問題的 那因為r is complete 所以這個數列 它事實上是uniformly convergence convergence uniformly 它的定義域 i 扣掉sj 點 好 那 所以它竟然如此 這個數列 它uniformly convergence 它preserve 它的limit 所以它的 它在sj 點的limit 我這個函數本身在s 上 並沒有定義對吧 可是我可以考慮 沒有定義這一點的極限對吧 因為討論極限跟它在這一點有沒有定義 是沒有關係的 然後那時候你記得一句話 我們唯一的要求是 那個點必須是accumulation point 而是在十數軸上 區間 對吧 interval上的每一點一定是一個 該區間的accumulation point 端點也是 所以沒有問題 OK 並沒有矛盾 好 那這個東西本身是 fk' of x 然後它收斂到g of x 所以它preserve 的意思是 它limit function的極限是它 所以imply這個limit of t of x的 那因為你前面已經說過 它收斂到它 它收斂到它 所以它的極限會收斂到它的極限 那這個之後它的極限 根據你計算是g of x 所以它會收斂到這個極限 然後這個極限存在 imply這個函數叫做可為 所以它differential at x 同時它的極限就被定義成 是它在這一點的derivative 所以它的f' of x就是g of x 所以 therefore我們把這邊的結果寫下來 if這個f of k 現在是在時數走 i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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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f k 我不能一起寫 因為f不假設可為 是被推出來保證可為 所以f的保證可為 是因為uniformly conversion在加 它的微分uniformly收斂被保證的 假設這個東西 let好了 let這個東西 be differentiable function such that 這個f k 收斂到f uniformly 然後我們真正的全體是放在它的微分的 好它呢 所以如果f of k'它converges uniformly to g then f'呢事實上是等於g的 好 這個等式呢 上次已經跟你說過 事實上代表兩件事情 第一件事情是從這邊讀到這邊 也就是這個函數f是可為的 第2件事已經是從這邊讀到這邊 是g是f'k的極限 所以f'k呢 不是不是 對f'k'是它的微分的極限 事實上就是f' 就是它preserve的那件事情 好 那這個定理出來的時候呢 你發現你不是非常的滿意 原因是 為什麼 原因是他事實上討論這個問題 他假設了兩個 uniformly收斂 兩個uniformly收斂 你會覺得我如果要假設這麼多 我這個問題還值得這麼 對吧 你就會發現我假設了兩個收斂 所以我們對定理的這種形態 事實上不甚滿意 換句話說呢 你在問我這個f'kb到就收斂性 我們現在是在研究收斂性 sequence of function 的收斂性 我在問的是這個收斂性 能不能低於這個f' 結果我的條件變成是放在f'自己本身 你沒發現嗎 那這不是 跟我當初研究這問題有一點矛盾 有一點不太有一點衝突嗎 我就是要問到底可不可以關鍵 你竟然把真正條件是放在它下面收斂 對吧 如果一個點也就算了 上次我們在講極限那是有道理的 因為函數的極限不一定存在 可微是一定可微的 OK 你還要 然後你 然後這現在還不是一個點是函數整個 每一個點上都要收斂 你會發現這個這個的形式我們不太愛 原因是是too strong OK 你竟然牽涉到 考慮這個問題要牽涉到兩個數列 它的uniformly convergence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我們在想 那我現在變成有兩件事情 一個是f'k收斂到f'uniformly 一個是f'k'收斂到g'uniformly 所以還是把它分開成不同的兩件事 那到底這兩個條件是真的independent 還是說誰還是說他們有附屬關係 然後我們知道從這裡推這裡 不行 因為這就是當初為什麼要假設 下面收斂的有明明 是因為下面如果不收斂 對吧 記得這部分我們一討論是不行的 這個地方的出現是為了要使我這個證明 我們這個問題的討論語法有據 就是說有正當性 所以他沒有辦法replace這個condition 然後所以下一個問題就變成 好 那他可不可以imprice這個condition 因為如果這兩個放在一起 你真的會覺得這個有一點真的太強了 強到你不想用它 你同意吧 數列的收斂已經判定很難 你還要在我討論這個 然後才來解決這個問題 所以你對他的形勢不滿意 too strong 太多了 幾乎所有東西都已經假設進去了 那我幹嘛 這個通認太難用 所以下一個問題就是 那他可不可以replace這個條件呢? 好 在你腦子搜索 函數跟他的微分的關係 在你腦子裡有關函數跟他微分的關係的知識裡 有什麼東西? 你會發現搜索的結果有兩個答案 一個是V-module theorem 一個是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這兩個知識都是在銜接函數跟函數的微分 因為他的確是一個是函數 一個是函數微分 所以你去看函數跟函數微分 在你所知的知識裡到底有什麼呢? 你會發現有兩個 一個是V-module theorem 我現在還是固定S來討論 這是V-module theorem說的 還有一個是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那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要用的時候 他需要多加一個條件 是那個備用的函數必須要連續 是嗎? 所以這是V-module theorem 這個告訴我們的是 這是對所有的K都對 但是這個 難怪這個 但是不同的K有不同的T 對嗎? 所以事實上我這邊還要再放一個index K 這是對所有的T在那個 I扣掉S離頭 在這個地方無所謂 T也可以是X 這個地方不用扣 因為我沒有除過去 所以跟剛剛的討論沒有關係 這純單只是在討論函數跟他 不是在討論剛剛相除的那個函數 所以這個是任意的T 對任意的X 對任意的K 那如果你要用V-module theorem 那你要加條件 現在條件是假設 那我要假設他的微分連續 因為我現在要看 微分跟他自己之間的關係 好 我必須假設這個continuous 如果這個是continuous 對所有的 則呢? 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那個 integral calculus 靠數我們呢 百分 F of t 事實上會等於F of x 再加上積分從 S送到 t 裡頭放的是 K' 抱歉這是K 所以現在我要研究數列的關係 K呢 這個是U DU 我必須再換一個變數U 是嗎? 函數可以用他的微分來表不是嗎? 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說函數可以被 函數可以被他的微分所表 如果微分是連續的的時候 也就是說面積函數 是連續函數的antiderivative 所以就 所以就微分來看樓上F 那樓上F事實上是他的antiderivative 所以這是從antiderivative的觀點來看的 這是從F的觀點來看的 所以一個是 mean model theorem 一個是 integration 一個是 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 of calculus 一個是從antiderivative的觀點來看的 所以一個是從樓下看樓上 一個是樓上看樓下 事實上有兩個 好 同意吧 現在S是我的第一變數是t 好你可以看到 然後你certainly竟然如此 你會先用哪一個來trap 上面 因為下面還要再額外再加上一個條件 連續沒有理由 所以我們看看上面 V model theorem這件事情 可不可以用微分來控制F本身的連續性 所以我有兩個 兩個 那個我現在要問的是下面的收斂性 微分的uniform conversion 能不能replace或者是implice上面的這個 這個 好 所以我們try這個 然後這件事情是很對的 所以你來看看 所以我們來try 所以現在我們的條件變成是 當 當我們的問題是 我把問題寫下來 免得同學 我覺得有些同學又loss掉了 因為我們問題事實上是一直在換 如果 這個收斂到g怎麼樣 uniformly 可否得到 我的問題是 我想把其他一個條件想辦法去掉 可否得到 這個fk收斂到f uniform裡 好 我們事實上 這是我們的問題 然後我們的答案是 他能不能互相表達 你發現可以 v-maru theorem是一個 first fundamental theorem也是一個 用微分表達f 用微分表達f 他事實上可以互表 就是因為他 如果沒有這觀念我做不下去了 那就是因為我可以互表 所以或許這個條件 可以用這個條件來取代 好 所以呢 我們來看看這裡 好 所以換句話說 我現在有的事實上是f的微分 我要算這個 這個人的收斂性 同樣的道理 你呢 不想直接去 我現在的問題就是 我不知道這裡收斂果對吧 所以你不能直接去證他跟他收斂 你應該要轉成 去證fk是一個couch sequence 因為我現在不知道這個 所以你要想證f本身不存在 你要問fk是否收斂對吧 在你不知道他收不他收斂之下 你要證他收斂 你只能證uniform couch 然後在這邊證uniform couch 無所謂 因為r是complete 所以我們去證他uniform couch 同意吧 然後fk事實上是在這裡 所以你會發現 然後你去證他uniform couch的時候 你叫小茂要f prime來證他對吧 所以事實上你要用的形式是這裡 可以 所以你會給一個h網大A0 好那你真的去估算fn-t減掉fmt 好那因為我用的式子在這裡 所以這個n 所以k這邊是一個n在這裡 然後m一個m在那裡 所以我兩個式子我相減 好所以這邊會變成是fn-x減掉fm-x 然後呢還像是這個對吧 那麼你一定會把它改成小於等於絕對值 好那你希望解這個東西小於 你畫到這裡一個一定是最簡了 沒得畫 然後你這個by the way 我其實我覺得我寫s不是很好 因為s會讓你動 我現在實際上隨便固定一個點 所以我把s改成s0好了 所以事實上我不用t 我應該寫成s 算了算了別動了就這樣吧 反正好不要再改了 動的太多功夫了 事實上一開始 因為這個t跟s跟我前趴的討論是沒關係 所以我不需要用tx 應該用一個固定叫s0 變成還是叫做x 但無所謂了 好 回來這邊看 所以我事實上已經畫到最簡了 對吧 所以我要解這個東西小於小於小 事實上我只要這個東西小於2分之1小 然後呢 這個東西小於2分之1小 那這個人不能小於2分之1小 我怎麼會知道 我不就是在問他收不收斂嗎 可是呢 s呢在這個地方問題比較小 為什麼 s只是一個固定點 我現在s沒有要在動對吧 b-marchment只要固定一個點就可以對吧 所以我現在這個是我的符號不好抱歉 所以我應該用s跟s0 那這個只是一個固定點而已對吧 所以既然如此只是一個點 那我可以乾脆就加條件 我問來問的是這個東西會不會unile for convergence對吧 我可以加一個條件他在這一點收斂 然後呢 則呢 你要他小於2分之1小就可以解 只要n跟m夠夠大 然後呢 是吧 好 那在這個地方呢 這個東西要小於2分之1小對吧 他有兩項 那t-s的會不會夠小 t-s事實上是這個區間裡頭的兩點 一個變點跟一個固定點在動 他相減在怎麼減 永遠不會超過那個區間的長度 所以如果那個區間的長度是有界 那這個東西只是一個定常數而已 只要這邊夠小 這個定常數der than matter 那所以這邊呢 能不能夠小 這個地方我這個地方k是誰 這是n跟m 可以夠小嗎 不可以 因為這兩點 這兩點不一樣 不一樣你考慮的是不同的兩點 他是沒有辦法 自己這一點收斂 這一點收斂 相減收不收斂 哇 who knows 對吧 你會發現 哇我的問題是 turn out 發現在這裡了 那為什麼會是不同的兩點 因為我apply兩次 v value 所以我n的時候apply一次 我m的時候apply一次 這個函數事實上是每個k各apply一次 那所以你就會發現我事實上如果apply之後再來估計我發現 沒辦法因為不同的兩點會出現 所以事實上那怎麼辦呢 不應該各apply一次 就是你能不能兩個一起apply 可以 你記得我們剛剛在處理那個那個函數的時候事實上他也有兩個index 我在研究比這個更複雜那個函數有沒有 我跟你講他事實上也有兩個index 可是他只apply一次 所以在這個地方事實上我們化檢這個的時候不應該以apply好之後來化檢 而是應該用相檢去化檢他 所以你會發現這個地方你會發現 因為有剛剛那個經驗告訴我們 剛剛我事實上也有兩個index 可是那時候我不會出問題 OK 我出問題是因為我各自apply 所以我不應該先apply再化檢 我應該是化檢的時候再去apply他 就不會有那個問題了 所以我們這個時候呢 我把竟然是我把這個擦掉了 還是保留 Anyway 這個是一個錯誤的化檢 我們在這個地方重新再apply 重新再估他一次 這時候呢 我估他就不要用 就是我不要先用密碼溜吸倫帶進來這裡做化檢 我直接在這裡做化檢 所以換句話說呢 我們事實上是再加一項再減一項 加入一個這個的另外一點 也就是我把fn跟fn看成是相減的函數取值在t 就是n跟m一起看 記得我們那個時候的index吧 n跟m一起看 不要看成是分開的兩個 所以我引進一個參考點 那你applyb-model theorem一定要引進一個參考點 對吧 兩點要相減才能備表 好 所以我們引進一個參考點 減掉就是換成x 竟然不已成舟 但還是竟然重新開始 竟然重新開始要換嗎 我這一個點就叫x0 以示稍微的補救一下 沒辦法了 好 我補進一個引進一個 也就是我在這裡applyb-model theorem 我不要apply完之後再放進去做 然後我再加 但是你要applyb-model的時候 你一定要有一個拆好點 所以這時候是因為那個原因 你發現我會做這樣的一件事情 好 然後這個測 所以這邊變成那個要等於要改成小於等於 然後我applyb-model theorem給這個函數 因為函數本身可為 是吧 好 所以這東西呢 所以apply 這是一樣的東西 這個b-model theorem 但 theorem for這個fn-fn 好 所以我這邊會存在有一個 那個那個那個他的微分 好 所以他的微分取值在那個ct 減掉fm的微分取值在ct 那當然這個ct我會變 但是真的無所謂 因為他是同一點 同一點的時候 我有收斂性可以去把他給 我可以用收斂的unifor把他給忽略掉 然後再乘上t-s0 對吧 然後再加上這一項 好 那之後的假設就跟我官司的假設 我事實上要解他小於 issual 然後這一項也是ok的 這是因為這個fn-prime fk-prime收斂到這個g-uniform裡 所以當這個mN夠大的時候 這個c式上是當t變動他變動 這個不管怎麼樣的t 所以他不會管你這個點怎麼樣 事實上一起做 不管怎麼樣的ct 他為什麼要管是因為t會變動 所以ct會變動 OK 不管怎樣的ct呢 此項夠小 所以這part你就會發現 兩點是沒辦法用 因為他不是數列收斂的問題 但是同一點那是數列收斂的問題 再來是這個part要夠小 對吧 那跟我們討論 只要我的區間是有界 然後這個地方能不能夠小 他真的沒辦法夠小 除非你自己 假設他在這一點連續 那你就會發現假設一點連續 跟你假設這個區間有界是無所謂的 是非常小 總比你假設原來怎麼樣 對 是uniformly coverage 所以在下面 我們把這個寫完再休息 所以第一個我需要assume兩件事情 這個I is a bounded interval 那我要用到他的 你為什麼要assume bounding 你要他的lens with這個lens 那個小於等於l 這是我們第一個考慮的問題 第二個呢 assume 為了強調極限 我把兩個人是分開一些 assume呢 我會存在有一個點S0在I裡頭 隨便哪一點 只要有一點 使得呢 這個fk原來討論的這個數列呢 他在S0構造出來的這個 sequence of real number 然後這個converges 好 那我的那個k呢 的那個k的解法 就由那個微分的收斂 還有該點的收斂所決定 所以我們來這邊講 所以因為呢 在你這樣假設之下 那因為這個fk of S0 converges 所以會存在有 所以對你解的這個二分之一小 他被配幾二分之一小 會存在有一個 那這個兩個必須分開寫 因為他 可以合在一起寫嗎 可以 要不要合在一起寫 合在一起寫的時候 k就一起取了 可是這個地方就寫不出 一個對誰一個對誰 但無所謂不寫也可以 寫只是要讓你清楚一下 這個事實上可以不寫對吧 好 既然你們可以 那我就一起寫 and 那我就不寫他的對象 and 這個 那個fk prime呢 收斂到g uniform裡 所以呢 事實上會存在有一個大k 在大N 然後這個大k是他的k 跟他的k取最大的那個k 使得呢 對所有的 那現在事實上用到的收斂 都是k取的那一part 所以使得m大於大k的的時候 對這個f of 對fn 對s0這一點的k取部分呢 事實上是小於二分之一小 and 事實上這個式子是被共用兩次 所以他有一個and 對 據f prime的部分的k取事實上是 這個你一定要寫s0 那這個一定要寫t 是吧 這是這個函數來看的 好 這個m prime of 這個t 他的絕對值呢 會小於多少 我不是解二分之一小 還要配上那個l 所以是2l的一小 然後這邊你還要在講是對所有的t 你如果沒有寫對所有t 那那邊ct沒辦法用 對所有t在i裡頭 你就是因為寫了這句話 你可以無視ct本身的存在 好 合在一起就會推得呢 所以推得對所有的mN 大於大k的的時候 這兩個合併小於二分之一小 這兩個 這個小於二分之一小 所以你願意要算的這一項 小於一小 它會小於那一個2l乘上l 對吧 這是L的t-s的長度 再加上二分之一小 你就等於一小 這個Fk 呢 is a uniform Cauchy sequence 你只是真到 Cauchy sequence而已 那因為r is complete 所以這個Fk 呢 r converges uniformly on這個i 所以原來那個定理 還可以在改寫 所以Fk 收斂到F uniform裡事實上 可以被兩個條件所取代 一個條件是加在它的定義域上 定義域 i 必須是有界的 V-Value Serum 並不要求是有界 因為它只要用在任何兩點就可以了 對吧 所以你有兩點的時候 我可以根本不用管 這兩點它弱的是有界或沒界 然後呢 但另外一個的是 它在某一點上必須要收斂 因為我畢竟是在討論收斂性 如果跟收斂完全無關 你又覺得很可笑了 是吧 所以呢 至少要有一點收斂 那則為分的收斂呢 則它的下面的收斂 會imprise上面的 uniformly收斂 所以換句話說 換句話說 下面事實上叫做函數 所以如果函數uniformly收斂 那如果函數定義的範圍是有界 對吧 樓上事實上叫做它的 anti-derivative 則如果它的anti-derivative 在某一點有 在某一點收斂 則這個anti-derivative事實上會 uniformly收斂 我們現在從下面看上面 那上面事實上是 它有一個專門語言叫做anti-derivative 所以你會發現下面收斂的時候 什麼時候我的anti-derivative會收斂 其實就變得非常的簡單 它只要求事實上比之前的兜落 也不是說多了 不一樣的case 對吧 它只要上面一點收斂 則它必converges uniform 當然你那個定義要是bounded的 然後我們等一下再把這個定義寫下來 detection 會ран 喔 喔 &